竹山镇的竹山社区是属于旗舰型计划的社区 为了让社区内更多的长辈培养生活上的乐趣 因此常常邀请许多才艺老师来教导长辈 这次就特别聘请了茶道老师来指导长辈 学习如何泡一壶好茶 随着老师讲解步骤 长辈们将热水冲入茶壶中 准备将茶壶温热 最后倒入适量的茶叶再冲入热水 这堂课是茶道研习教导社区内的长辈 如何泡一壶好茶 同时也希望长辈能够从中学习到泡茶的乐趣 竹山里里长郑俊轩表示 由于竹山社区有参加社区化其间计划 助理特别邀请到讲师来教导茶道 虽然长辈在家中也有泡茶 但就是未曾学习过正统的茶道 因此这次才聘请老师来教茶道 据点 因为有参加大旗舰社区化的 旗舰计划 余温的讲师来教我们茶道的文化 那我们老人家在家里也是有泡茶 可是我们没有正统的教过说 我们要如何把茶泡得很好喝 所以我们特聘严正理的理事长 管理事长来教我们茶道的文化 所以我们老人家也学得非常高兴 我们老人家就奇怪了 泡茶的千菜泡泡就会喝了 但是这个茶道老师也要口气 所以也有教上他们的优雅的动作 教老人家重新认识我们的文化 我们泡茶的文化怎么来泡的 让这个茶喝起来更好喝 长辈们对于茶道的课程相当感兴趣 能够跟一群老朋友一起泡茶聊天 不仅学到很多知识 也感到相当有趣 最后知道要怎么泡茶的步骤 对吧 我们在家没有很多步骤在泡茶 在家都泡在独角茶而已 我们如果有那种专门在买茶 那你就要熬了 对吧 你们才知道这个步骤要怎么泡 对吧 一般你如果没有做生意 就没有这么泡 对吧 有这个专门在买茶就要熬了 我们是比较熬 就只能泡在独角茶而已 感觉大家含着朋友 在家里 老师来教 感觉泡得很稍微 我们自己在泡河泡河泡 不知道怎么 来这老师有在教我们 感觉来摸摸摸摸 很粗糙 找到指导老师广媒秀泽表示 教导长辈泡茶与教小朋友泡茶 有很大的区别 长辈们个性比较急 泡茶时热水的温度很高 很怕导致烫伤 所以要以安全为主 让长辈学习泡茶的乐趣 老人跟小孩真的差别很大 因为老人个性比较急 也想说他之前有泡过 他就还没有讲的时候 他自己动作就已经先做了 那也没关系 重点就是要注意安全 因为我们都是用热水来冲泡茶汤 所以我们以安全为主 然后让大家都来泡茶是觉得是一个乐趣 大旗舰计划的主要意义也是要说 就每个社区都有一个小方案 然后推动到每一个社区 那也借由每一个社区来推动 因为竹山是产茶大区 那我希望说借由我们一些茶艺 然后推广到每一个社区都有 老人家都也可以共同的兴趣 这堂茶道的课程 不仅要让长辈了解到如何泡好茶 同时对于茶叶种类如何辨识也特别提及 由于不同茶叶冲泡的时间也不相同 这堂老师也特别带来不一样的茶叶 让长辈们学习识别 对长辈而言不仅了解到更多茶叶的知识 也体验到泡茶的乐趣